请那个孩子到单独的房间 我跟他通电话 孩子拒绝接我的电话 我只好拜托妈妈把他拉到边边去 然后开扩音 我用扩音的方式来跟这个孩子沟通 然后安抚他 尽量会希望让孩子的情绪先稳下来 碰到亲子之间的冲突 只要我接得到这个电话 我大部分有空我都会接入处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法白的战场柜子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邀请到桃园立王法院的主论调查保护官 王亦凡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来聊聊看跟少年有关的法律 如果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在可能青少年时期 有同时期 有这个偏差行为 走上一些我们比较不乐见的状况的话 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 有没有一个协助的机制 那再加上前因证职 这个相关的法律有修法 然后在网络上面有所谓的儿童除罪化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出现 所以让很多听众朋友 对我们这个少年的相关的法律 有非常多的兴趣 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王亦凡调查保护官来到现场 来跟大家聊聊看 跟少年事件法有关的一些法律知识 因为少年事件 我想很多朋友是不熟悉的 那可能这个节目有很多话妈妈在听 那如果他们以后 他们的小孩就是可能犯了一些错 那需要面对这个程序的话 是不是可以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 因为很多民众不熟悉法律 一听到说要上法院什么的 就非常紧张 觉得面对一个未知的程序 我们是利用这个机会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面对这个程序的话 他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那也包括说父母在这程序中 可以协助的角色是什么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有关于少年事件的话 我们台湾的话 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法律 有一个叫做少年事件处理法 那少年事件处理法 它是针对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 他如果有触犯法律 或者他有一个曝显行为的时候的话 他会移送到我们少年法庭来进行调查和审理 那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保护青少年的一个法律 那他跟所谓的刑法是不大一样的 不太一样 不一样 所以跟刑事诉讼法这些流程都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他非常的特别 那少年事件处理法 他其实开宗民意 他在他的第一条 他的立法目的的话 他就讲得很清楚 他是为了要保障少年健全的自我成长 然后调整他的成长环境 并矫正他的性格 而创设这样的一个法律 那他其实在民国86年的时候 有一次很重要性的修法 那确立了这一个保障少年的 这样的一个自我健全成长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法律的话 他分为两段 一个就是一个小孩的人权 小孩的权利 一个是大人的责任 那少年事件处理法认为说 大人的话 他有责任去帮这个孩子去调整 一个安全无语的一个环境 让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成长 去调整他的性格 那这个青少年的权利是什么 青少年的权利的话就是说 你大人应该要保障我 给我一个安全无语 而且呢 能够听我的意见 然后健全成长的环境 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 他跟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最大的差别是 他有一个自我这两个字 你如果你去呼应到 现在目前的儿童权利公约的话 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 应该是如果印象没记错 好像是在第12条 有关于这个青少年的表意权 表达意见的权利 那少年事件的话 因为他还是比较偏向形式的一个司法 他有很多一些处分是强制处分 他会剥夺到小孩子的一些权利 那甚至的话 他严重一点的话 可能会送这个小孩去感化教育 可能就剥夺短期的自由 那所以因此的话 他在立法目的的时候 他特别去强调 要去提醒 不管是法官 还是少年调查官 少年保护官 你其实在执行这个法律的过程之中 你其实要尊重 这个小孩自我的选择权 可是很多大人会觉得说 小孩子懂什么 而且社会上不是常常会懂声音吗 就是说 现在小孩子就是太自我了 太多意见了 太不受管教了 才会变成这样 那你会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表异权的话 不是说小孩子的意见 他表达什么意见 我们大人全部要参照他的意见去执行 而是说我们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 然后给他一个去表达意见 以及去尝试错误的空间 你如果一个人的话 从来没有犯过错误的话 你要怎么学习经验 OK 尤其是说你看很小的小孩子的话 有时候大人会常常讲说 你不要乱跑 你等一下跌倒怎么办 那如果说你保护得很好 这个孩子真的从来没有跌倒过 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跌倒的痛 你又不能让他很自意的随便去乱跑 跑到街上去撞到的汽车 可能一下撞飞了 还不是就挂掉了 一发生事情就最严重的就出现了 那所以说我们其实要创设的一个环境 就是可以让他尝试错误 可是也不能让他超越界限 所以那个界限可能就是法律 法律的界限 我们中华民国刑法里面的一些规定 那就是孩子的话 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话 你是可以去做一些尝试 那这个过程中的话 你不见得一定是善良的好国民 有些孩子的话 他可能我就是不想要单乖乖牌 我就是要耍个狠 耍个错 那我觉得那是可以 只要你不要触犯法律 你不要去妨碍侵犯到别人的话 其实那都是容许的范围 我们大人的责任就是 要去跟孩子做讨论 他有一个想法 他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大人的话 毕竟是吃过的米比他多 那我们可以针对他所想要做的方向的话 去跟他提出一些思考点 让孩子去思考 那在思考过程中的话 我们有责任要去引导他 让他做最后的决定 那这个决定的话 如果是在界限之内的话 我觉得就准重他 那他有时候的话 他有一些小犯错 既然做错了 那你告诉他错在哪里 然后要告诉他说 你这个行为影响到别人 侵犯到别人 什么样的一些权利 那你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 思辨过程 让孩子懂得思考 我觉得台湾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 都把孩子当作一个 什么都不懂的人 那你只是告诉他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那到最后的话 小孩子其实心理上不见得是以为然的 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 小孩子可能根本不会去思考 所以说其实少年事件主义法 他的用意是希望说 我们让孩子在他一个安全空间里面 让他去学习思考 去做比较正确的选择 是 然后至于说 刚刚柜子所问到的说 少年事件比较特别的一些程序 和一些专业原因 我大概介绍一下 我们在各个法院的话 地方法院 以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叫做 高雄少年级家世法院 他是现在目前全台湾 唯一一间专门做少年和家世的专业法院 他就有在高雄 他在高雄 台北市说要成立 您讲了大概十多年了 讲这么久 司法院还是有信心 有决心想要成立 因为毕竟专业法院 跟一般的普通法院还是有差别 如果你希望这个业务 能够蓬勃发展 做更专业化的一些提升的话 其实专业法院是有必要的 那我们在 不管是专业法院 还是一般法院的话 专业人员其实配置是一样的 我们在法院里面的话 有设少年法庭 那少年法庭的法官 他都是经过相当的训练 那他甚至要取得证照以后 他才可以来临选 来担任少年法官 那另外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单位 叫做调查保护室 我现在目前工作的科室 我们在调查保护室里面会有设 少年调查官 少年保护官 心理测验员 心理辅导员 那我们还有一个尿液检验的着力员 还有官护的着力员 这些人员的话 他就是专门在负责这些触罚少年 还有破险少年的调查 审理和执行的业务 所以少年事件里面的少年 他们不会进到地检署 还是会到地检署 有一种情形会进来 那如果说你去看少年事件处理法第27条 他的规定的话 如果你今天犯的是比较重罪的时候 他在法院的法官进行这个调查庭以后 他确定他这个犯罪的这些处罚的这些行为 那如果说他确实是那五年以上的 比较重的一些行为的话 他就会去移送到检方 就是由检察官去做侦查 那侦查完毕以后的话 他如果认为是有需要起诉的话 他就会起诉 起诉回来还是由少年法庭来进行审理 可是这样的案件的话 如果经过侦查起诉 然后少年法庭的审理之后 他出来的判决可能有两种走向 一种就是缓刑付保护管诉 那他就留在社区 那还是由保护官会执行到 差不多这样子的刑事案件的少年23岁 那23岁以后就会移给地检署的 关户人继续执行 那另外一种的话 比较重的处分的话 就是有期徒刑 如果说在23岁以前 他会去交给高雄的名阳中学 那个矫正学校去执行 那如果说整个的审理过程 因为有一些重罪的话 他可能会达到最高 会达到二省三省 少年案件其实比较少上到三省 就是刑事案件才会上去 那他如果说到了刑事案件 到了三省的时候的话 有时候发回 那来来回回 确实有时候比较麻烦的案件 他有可能会耗费的时间比较长 那所以他如果判决确定 会不会都已经成年了 大部分都已经过18岁 然后甚至到20多岁也有 那如果说他在判决确定 然后要交付执行的时候 检察官在指挥执行的时候 假设这个小孩已经过了23岁 他可能就要到一般的监狱 彰化青年监狱 青年监狱 那如果说这个小孩子的话 他在判决确定之后 要发交执行的时候 他是23岁以下 他就会送到名阳中学 那名阳中学在高雄 其实他那个学校还蛮特别的 他那边的话 因为都是比较长期性的处分 然后高雄的话地大物博 空间也是比较舒适 所以很多孩子到了名阳中学的话 会有崭新的改变 那边的教育措施的话 其实是目前矫正教育里面 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区域 这是刑事案件 不过人数很少 少年案件如果要犯到 差不多5年以上的重罪的话 其实不容易 大概就是妨碍性自主 或者说是那个杀人 杀人 或者重伤害 还有贩卖毒品 大概是这几种案件为主 那一般案件 不是那么严重的案件的话 就是比如说 你偷个便利商店的东西 或者说小孩子之间打群架 伤害案件 那这样的案件的话 其实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他会是警方这边先行处理 你要去看到说 他发生案件的时候 他是现行犯还是不是现行犯 他如果是现行犯的话 警方当然就是要按照24小时 赶快就要去做笔录 做完笔录就要移送法院 那法院就会有值班的法官 值班的法官的话 去先做先行训问 那训问的时候的话 他就会去决定说 这个小孩子可不可以折负 我们用的名词叫做折负 折负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折负给家长 法定代言 或者说现在保护少年之人 让他带回家 就是因为他不适合去收容 那可是如果说当没有办法折负的时候 他就会把他收容到少年关户所 那不过的话 因为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机会的话 我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警方训问的时候 有几点是我们要维护少年的权益 比如说我们在警方训问少年的时候 他一定要去通知家长到场 一定要有一个成年人陪在这个孩子身边 就警察不可以自己问他 旁边一定要有爸妈 其实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印象 以前早年的时候 士林曾经发生了一个星光的小开 他们家在阳明山 然后有一些盗匪传入他们家 然后那时候警方为了急切的要破案 然后结果就抓了青少年来顶替 然后结果青少年在这个警方的训问之下 就承认他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结果后来士林地医院就把这个孩子收容起来 那结果过一段时间后来查出来根本是乌龙一见 根本不是他干的 可是为什么小孩子 那为什么他要来顶替 那就是在大家所不知道警方训问的过程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这个叫什么 刑囚吗 刑囚吗 还是说言行逼供吗 这个我不清楚 可是以前我们早年的时候 在办案的时候 常常有时候小孩子在警察训问的时候 会突然单下好多案件 没有破案的案子 全部都是他单下来 这个真的大家都听过 我自己的亲戚就有 我自己办案碰过 你去问小孩 小孩就会告诉我说 其实那不是我办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承认 警察说反正你青少年 顶多的话 就是法院给你个保护管宿 你互相帮忙一下 结果小孩就单下来 那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 如果孩子跟我们说实话 其实我们都会把这件事情 据细迷的写出来 那也因为过往的旧时代 确实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一次的话 在108年的少年事件 出去修法的时候 他特别去强调 不要让小孩子孤单的应训 所以在警察这边 在训问的时候的话 你就是一定要找家长来 家长可以陪在旁边做笔录 对 他必须要在旁边停 就跟律师在旁边是一样的 没错 那当然他在这个阶段 他也可以请辅助 你就请律师来 大家要看他案件重不重大 那如果是重大案件的话 其实法府律师会到现场来协助 那如果是一般的小案件的话 可能父母到现场 应该就很 帮助就很大了 对 可是有些时候的话 有些家长不是马上可以找得到的 比如说你那个孩子可能是 住在这个桃园复兴乡 那个拉拉山里面 你现在要做笔录的时候 家长可能在四个小时赶不下来 那这个情形的话 你就可以去找社工 或者说学校老师 那甚至也可以去找少年辅导委员会的 辅导员到场来陪同 那原则上的话就是 没有家长 我们就要找一些适当的人 陪在孩子旁边 不要让他孤单应训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夜间不训问 除非是很急迫的情形 不然原则上的话 夜间是不去问小孩子 不要疲劳训问 我想这个好像成年人的刑事 也是这样的规定 就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是 夜间不能训问 除非这个当事人同意 有时候的话 在小孩和家长他们都到场了 那他可能问完了 这个孩子马上就可以折腹回家 可以睡在自己的床上 有时候家长和小孩会同意夜间训问 希望赶快结束 赶快回家 那这个部分的话 完全尊重家长和小孩的决定 那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说 如果这个小孩是有这个心智或精神障碍 或者说 比如说一些英雅人士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有规定说 他要同意 或有适当的一些专业人士陪同在旁边 让他沟通上面不会有障碍 这也是他的一个权益 然后还有一些辅助沟通 这些规定的话 不只是在警方询问的时候 有这样的规定 在这个少年法庭开庭的时候 一样比照办理 我们原则上的话 就是小孩的权益 我刚刚讲是现刑犯 他马上就要面临警方询问 那如果不是现刑犯的话 他大部分是由警方这边发通知 请当事人和家长 折起来这个警察局做笔录 那做完笔录了以后的话 他就会用寒送的方式送来法院 这个是警方警训的阶段 那案子如果进到法院以后的话 法官的做法大概是 一收到案件 法官会先阅卷 定个停期 那定完停期以后 他马上就会派案给少年调查官 那少年调查官就必须要在这个停期之前 要完成一份审前调查报告 那调查官的审前调查报告的话 他的做法 他会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到家庭去做实地访试 那另外一个就是约当事人来法院 来进行一个差不多三四个小时的深度的调查性会谈 那同时之间他还会去发函 去给这个孩子的学校 去调他的学行记录辅导记录 那我个人的习惯 我个人的习惯会从小孩的小学阶段开始调治疗 小学阶段 小学阶段 因为这些可能都国中高中了 很多都是高中的年纪 我为什么要这样调 因为我想要去梳理他的成长脉络 我想看这个孩子从小到大的过程 因为这个孩子出生以后的话 除了家长之外 最快能够接触到孩子 而且很亲近的就是学校教师 那从这个小孩入学之后 学校教师基本上的话 周一到周五每天是跟这个孩子相处在一起 孩子的话 他过得快乐不快乐 然后他家里面发生了什么变故 其实老师都看得到 所以小学的纪录其实对我来讲是重要的 最近的话很流行的一个议题 就是童年的负面经验 我们其实有发现到有很多小孩子的话 在小时候的话可能是有遭遇到一些童年创伤 那这个是美国一个学说理论 他们就发现到说 如果你在儿童期的话 有曾经遭遇到一些不良的经验 它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发展 然后甚至你长大成人之后的身体健康 都会受到影响 那美国他们把这研究上面 把这个童年逆境的话 大概分为十项 比如说你小时候曾经被很多人辱骂 然后你曾经遭逢到肢体暴力 比如你被家暴 你被性侵害 不管是外面的人性侵害你 或者是说你家里面的家内乱伦的性侵害 那甚至有情感忽略 就是说你的家人其实不大会去理这个孩子 然后也不大会去接触这个孩子 抚摸这个孩子 那其实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话 除了未死以外 没有一个情感的交流 那个其实是一个情感忽略 会影响到人的发展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生活疏忽照顾 另外的话可能是被弃养 或者爸爸妈妈有离婚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然后以及你可能曾经看过 你的妈妈被你的爸爸家暴 你是个目睹儿 然后或者说你的家人有药饮酒饮 那你如果是跟一个药酒饮者生活在一起 你要了解很多人喝酒 或者说吸食这个药物之后 会有一些狂乱的反应 有时候他使用这种成瘾性物质以后 他整个精神其实会错乱 错乱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非常多的一些状况 一些悲剧就出现了 对那甚至的话 我们发现是说有一些用药的人的话 他使用药丸以后会有性的强烈需求 那所以有时候有些孩子的话 他的家长假设是有这个是药饮者 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要了解这个孩子是不是曾经有目睹 家长或者说家长跟他人性交的场面 是 因为我们自己后来发现有一些孩子的话 他是防害性自主案件 是 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有这个性的强烈需求议题 那你去爬梳他的成长脉络的时候 你才发现他小时候曾经目睹过 我自己就曾经有一个案例 那个孩子的话就是爸爸妈妈其实是离异 他从小是跟着妈妈生活 那妈妈每天带着他泡网咖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的新闻 就是爸妈在网咖玩玩线上游戏 完全不吃不睡 那他自己不吃不睡 他也不会理他旁边的小孩 是 所以小孩可能根本也吃不饱 那就瘦得像皮包骨一样 那那个妈妈的话 他租屋 他是租在跟人家共同分租房子 那他这个孩子跟妈妈睡在同一个床上 就是两个拇指这样相依为命 那隔壁房的话是一对夫妻 后来我们去爬梳以后发现 那个孩子其实在小时候 常常在门缝里面看隔壁夫妻发生这个性的行为 是 那他对性就会有兴趣 是 然后后来才查到 因为他以前他在跟他妈妈睡在同一个床上 他会伸手去摸他妈妈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话 其实就他所目睹的一切影响到这个孩子的发展 是 不管是身心理 那所以说你去跟药酒瘾这样子的人 或者说一个疏忽照顾的一个家长生活在一起 其实那个其实是很不健康的 是 那或者说他是跟精神疾患者 或者说家长曾经有意图自杀这样议题的人在一起 或者说家长入狱 像我刚刚讲的是说 掉那个小学资料 我们就曾经有看到小学的记录里面 小一的时候就写到说爸爸入狱 经济状况非常的不好 所以这个孩子的话上学的时候 他需要打包学校的营养午餐回去 他们家是没有办法供应三长的 那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掉牙关会去掉这些资料 那我们会从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看到那个孩子他曾经有面对过什么样的困境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其实我觉得大人必须要花很大的耐心 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包容 小孩子如果做了一些笨事或错事的时候 其实你要把他看作是 他这是成长必经的一个错误常识 你要去接纳他 在这一段过程之中的话 可能爸妈给他很多指导的话 其实小孩不会相信大人的话 你说讲太多反正他不想听 不想听啊 其实他会比较相信他同学的话 同才的话 应该大家的经验好像都是这样 都这样 因为他会觉得你大人就是 其实因为你不想让我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会唬烂我 对对对 然后你会讲了很多理由 反正从头到尾 爸爸妈妈你就是不想要让我去做这件事 对 然后反正你年纪大嘛 你口才好 我也讲不过你 那可是我明明我那个同学 他就可以这样 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子 所以说青少年 不管是针对爸爸妈妈 还是保护官 我们有时候保护官 在面对青少年的时候 小孩就宁愿相信其他少年 我曾经就有碰过小孩子跟我讲说 保护官 我那天来开庭的时候 我会不会被关 我刚才说不会啦 因为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留置观察 那留置观察我们要开完庭以后 法官才会下裁定 裁定确定以后才会执行 那小孩就跟我说不是哦 那个我那个 哪个朋友说 上次一开庭完马上就被收容了 那所以说保护官 我那天应该会收容 就是那天一定会被关 奇怪的 那到底他是保护官 还是我是保护官 宁愿相信他的话 对 讲不过去 对 然后像我们桃园 炸气案件很多 然后炸气案件的话 那一些炸气集团上面的哥哥们 其实也就会跟小孩讲说 反正你不要相信 反正你这个青少年 你进来的话 顶多就是保护官署 他就不相信 然后明明那个调查官或保护官 甚至法官在开庭跟他讲说 你不要再犯了 你再犯下事可能会感化教育 小孩就不相信 实不相信 实不相信 所以爸爸妈妈也不要感觉到挫折 他们不止不相信你 他连保护官 他连法官的话都不相信 法官都直接这样讲了 对 明明这个决定权是法官 法官判下来就要执行 对 可是小孩说 他不相信法官讲的话 他觉得法官不可能 对 我觉得我朋友讲的比较真 所以青少年就很好玩 这个你面对青少年的时候的话 真的 你要跟他沟通 你那个耐性要很够 那所以我们经过这个调查完了以后 我们可能去了解他的家庭 他的生活环境 然后他的所受的教育 我刚刚讲的学校那些一切的东西 都是我们很调查的重点 然后包含到这个事件 他的想法 然后他爸妈的想法 家访完了 会谈完了 资料收集完了 我们就会写一份调查报告 那调查报告的话 大概有都十几二十页 甚至如果说复杂案件 有时候会写到三十多页 那写这个调查报告的话 完整的记录我们所有调查所的东西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处于建议 处于建议的话 就是针对这个我们调查 说集到一切的东西以后 我们去分析这个孩子需要 法院介入的保护性的高低 是 那我们会认为说 如果以那个台湾的少数法支付 李茂生老师所讲的 他是用童心圆的概念 来看少年的世界 那我要在少年的身边的 第一层的圈 第一层的保护圈 少年是中心 然后一圈两圈 柜子知道 第一圈的话是家庭 学校教育 以及的话像儿权法这样子 一个社会福利 那这些都是第一圈 这是第一圈 这是第一圈 那第一圈如果能够正常 发挥功能的话 照理来讲 孩子不会有什么样的大问题 是 那即便他不小心 犯了错之后的话 那如果第一层的保护圈 能够马上的包覆他 然后协助他的话 其实不见得是需要司法介入的 他就可以慢慢 正常就会慢慢走回来 慢慢调整回来 所以他如果第一层的保护圈的话 功能够 没有残破的话 其实法院在判断 这个案件的处于 其实不见得会去看他的案情情重 那不是重点 其实重点是需保护性高低 不是说他做有什么多严重的事情 那犯到我说的少事法27条 那个5年以上 那没办法 有些是必要一定要以检方 有检察官就变刑事案件 可是如果说不是到那么重的重罪的话 比如偷东西 那样的案件 或者说你去跟人家打架 把人家打伤了 住院 其实如果没有到重伤害的话 其实还算是一般性的伤害的话 或者说你骑摩托车 跟人家插撞一下 那别人会因此而住院 那个是过失嘛 对过失伤害的部分 那样的案子的话 其实我不见得会去看说 被害你的伤有多重 来决定你的处遇 不是 是 我们是其实看说 你为什么会触犯这个 为什么你会做这件事情 对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那到底你是故意的 还不是故意的 那你是怎么样的情形会发生 然后再来就继续评估你的家庭 你理不理你的学校 你如果跟学校老师关系还不错 然后学校其实也很照顾你 然后你也愿意配合学校 或者说社工给你提供的辅导的话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的话 法院不见得需要介入 是 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调查完毕的话 我们可能会给一个轻微的处分 比如不复审理 教家长你家管教 如果家里面功能很健全的话 就是爸妈还算是愿意教育的 对对对对 那或者是说 如果说 你我觉得你法律知识 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可能就是建议法官训诫 及假日生活辅导 假日来上课 假日来上几个法律的课程 是 像我们也有请这些律师 来帮这个小孩子 上假日生活辅导的法律课 那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小孩子的话 其实就是已经开始有一些 晚上深夜不归 然后爸爸妈妈的管教 他不服从 那学校的话 甚至他可能爱去不去 教课 甚至有一些已经到中措的阶段 我就直接再也不去了 他就不去 那这个情形的话 可能我们会跟学校 跟家里面做沟通 那我们会希望学校提供 因为现在目前有学生辅导法 家庭教育法 我们会希望学校先提供一些辅导措施 那学校如果也愿意提供 可是就怕这个孩子不理学校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 调查官会建议说 是不是就进入保护管署 保护管署意思是 保护管署还是社区处医 还留在社区里面 他是用三年的时间 然后会交给一个保护官 那那个保护官的话 跟这个孩子的话 每个月都一定要见面 大部分是小孩来法院 找保护官报到 那偶尔的话 也是保护官会杀到他家 去做检查 去他的工作 突击检查 突击检查 当然也有约定好的啦 原则上的话就是 不管是保护官去他的家访 或他的工作场地访访 甚至到他的学校访访 那也有小孩子来找保护官报到 那基本上的话 他们每次见面的话 就会去谈这个孩子的生活 工作 交友 那所有一些事情 保护官都会很好奇 想要知道 其实在透过这样的过程 去了解他的最近境况 那保护官也会针对 他最近发生的事情 去给一些指导 就是我刚刚讲的 要跟孩子讨论 他最近可能又干了一件 很蠢的事情 那我们就会跟他 拿出来做讨论 讨论说 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你在想什么 那这件事情 其实做的不好 结果有点惨烈 那如果我们重来一遍 你会怎么处理 陪他讨论 陪他讨论 那讨论的话 有时候的话 尤其是比较属于 冲动控制的问题 比如跟同学发生争执 我就演练各种情境 然后的话来角色扮演 我演练个20次 你总该会学会吧 我们叫他背诵 碰到什么样的情形的话 要怎么样子的应对 因为我刚刚讲 保护官数三年 在三年的过程里面的话 他其实还是会慢慢进步 可能我们觉得 他需要长期陪伴 就会建议保护官数 那再来一种的话 是那种家里面环境 其实是很不好的 家庭一点支撑力 都不够的一个孩子 那比如说爸爸妈妈 可能都过世了 那没有什么亲人 比较不幸的 对比较不幸的那种孩子 那就会去考虑 帮他找个替代性的家庭 那样的处分叫做安置辅导 安置辅导 有必要的延长 可以再延长一次 所以最长是二到四年 最久就住到四年 住到四年 那如果大家住到四年的话 有时候假设你 国中一年级开始安置 那四年后你不是才 才高一高二 对高一高二的年纪的时候 那你还没有办法独立自主 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跟社会局沟通 那后面的话 我们结案的时候 就交由设政接手 就后面由社会局继续出 我们会去评估说 他可不可以返家 不过的话 安置的话 我们其实不轻易去动用 你要了解 再怎么样子烂的家庭的话 都会比机构好 再来最严重的处域 就叫做感化教育了 感化教育的话 就是送到这个 以前叫做少年抚育院 现在都已经开始挂牌改制了 现在都取名叫学校的名字 学校 对对对 比如说现在目前台湾来讲 有三家 专门在收感化教育的机构 一个是新竹的城镇中学 城镇中学 城镇中学 它是矫正学校 正牌的矫正学校 那另外两家的话是改制的 一个是城镇中学 桃园分校 在桃园市 那另外一个是城镇中学 彰化分校 在彰化田中 那这三家 那这三家里面的话 只有田中的那个 彰化分校 有收女生 那目前 感化教育 这三个地方 那感化教育的话 其实人数的话 大概102年 有一个买姓少年 死在那个桃园分校 那那个事情发生之后的话 其实这几年下来的话 送感化教育 人数有在变少 那我刚刚讲的 那个高雄名阳中学 他是收 有期徒刑的 他的前身 就是新竹少年监狱 那他后来变成矫正学校 然后设置在高雄 其实我想说 桂枝事前 在问我问题的时候 有提到说 保护管数有没有用 对啊 感化教育有没有用 因为大家也很关心这个 送小朋友到这些机构去上课 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变更好 可是大家也常常听到 这些机构有一些 担心说 这样子一个机构 他真的有办法 让小朋友走回正途吗 这也蛮好玩的 这两年的话 有一些影视创作 真的有在关注到 少年矫正 这一块 有一部的话是 去年好像得金马奖 这个阳光普照 对对 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是在 那个桃园分校拍的 我看了这部电影 拍的很真实 他就是在那个场域 包含到那一个孩子 后来要 他哥哥不是过世了吗 对 他要赶回家去奔商 然后奔商的话 带着手铐脚铁 然后到回家那一段 拍的非常的真 包含到那一些 陪伴他的那些 矫正人员所穿的衣服 真的就是 彰化分校的制服 是 那所以我们自己 在看的时候觉得 哇 那真是复刻了 那另外的话 最近有一部的话 还没有空看 很期待想要看到 叫主管再见 那一部的话 的导演 他本身是在 少年关乎所 担任替代艺男 所以他演见到 这样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 少年矫正机构 然后后来出来 从事这个导演的工作 之后的话 以此为题 然后拍了一个 少年关乎所的故事 最近的话 在9月跟10月 在桃圆电影节 有播放这一部 影展片 那也欢迎大家去看 主管再见 我看他的预告里面 他有一个场景 是丁八卦 我不曉得贵子知道 什么叫做丁八卦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丁八卦的话 就是所有的监索 不只是少年矫正学校 他们里面 地下社会里面的话 在针对这个 受刑人之间的 互相的 惩处的一个措施 就是你这个人 站着不动 然后我出拳 打你的胸口 打个五下 大家有没有记得 大概在106年的时候 彰化分校就发生了 五拳打死一个少年 这个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丁八卦 丁八卦 丁八卦玩出来的 那个孩子的话 是社房里面 最知浅的一个学生 他们在少年矫正学校 其实是有排序的 你越晚进来的 你的排序越低 所以你排序越低的 越小咖的 你就是要负责打杂 帮忙清理这个环境 帮大家洗衣服 洗碗盘 那正好那个孩子 就是最晚进来的 然后结果他们那一次的话 好像类似就是说 有一个所谓的清洁比赛 那他们的社房得了奖 那老师就请他们喝饮料 手摇饮料 结果那天的话 就是结束了课程之后 要回到社房的时候 他忘记把他们得到的奖品 带回去 然后他的社长 就是老大 就决定要撑除他 然后就要打五拳 那前面打出了 不知道是两拳还是三拳的话 正好管理人巡访巡过来 他就停下来 那等到那个管理人员走开了以后 他就继续把这个乘处完成 那打完之后 孩子就倒地不起 那倒地不起的话 其他同学就以为 他是故意装的 觉得他装死什么的 觉得他装死 后来过了几十分钟以后 发现他还是不动 终于发现不对劲 然后赶快去报告 然后就赶快送医 然后就急救不治死亡 那他大概是这几年里面 102年是那个买性少年 在桃园分校过世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106年的 误权的案例 那感化教育的话 原则上 我觉得如果你回去看 那个儿童权力公约 监禁绝对是最后手段 是 我觉得不管是成年还是少年案件 其实剥夺人生自由 这件事情其实是要省私的 我曾经有一个孩子 是一个小小原住民 然后身材非常的壮硕 那属于打手级的 那所以说从小的话 其实就是很多人会吸收他 然后希望他变成一个 打手级的人物 那因为他的状况 其实不是很好 后来被我撤销送赶化教育 保护管束撤销 那因为他一直去伤害到别人 那那次赶化后来 要出来以后的话 那个孩子就是停止赶化教育 改赴保护管束 所以出来以后我继续辅导 那好不容易的话 我们从他国中二年级 一直撑到他高三 他的保护管束赶化 就是在期间再犯 所以案子一个一个累积 所以我跟他辅导关系这么长 那好不容易剩下两个月了 他的那个停止赶化教育 要改赴保护管束 终于快要结束 我都很高兴 就有一天他来报道的时候 跟我讲说保护管 我又做错事 我说你做了什么 他说 他做了什么 他们因为快要毕业了 所以同学之间很高兴 约要去还场 就骑了摩托车去KTV去唱歌 那他们就喝啤酒 那喝完啤酒清晨 他要回家 他们就骑了摩托车 要回家 酒驾 然后前面的同学的话 因为看到有一个动物 小狗还小猫冲出来 紧急刹车 后面的车子 刹车不急就追撞上去 就他们就是自摔 那自摔的话警察就来了 公共危险罪 他跟我讲完以后 我就开始 我想 天啊 最后这两个月 对 我比他还难过 因为我觉得他状况 已经好很多 那个孩子的话 其实他改变了非常多 跟他小时候改变太多 我觉得他很棒了 已经进步非常多了 对 可是他却因为这件事情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第一个 你毕竟是保护管书中在犯的 所以那件案子 我说不用啰嗦 还是会建议法官保护管书 我们再三年好了 那第二个 我跟他说 你为什么要去骑摩托车 他说方便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是用搭计程车 你大概多少钱 那因为你现在这个 发生这个无照 然后又发生公共危险的话 第一个 交通法单来了 好几千块 第二个 你也有新案 那个代价的话 应该不是个 三五千块 这么便宜的东西 我说如果说 你去找一个计程车 好吧 我今天算说 你的计程车 从假地到乙地的话 回到你家 一千块好了 你觉得花一千块的计程车费 这样子算多吗 跟后面比起来 你所花 跟后面这个结果 对 那件事我跟他谈了很久 我后来跟他讲一个观念 其实有些东西的话 是这个界限法的界限 你不要去踏过去 因为踏过去的话 你不要去冒这个险 你永远不知道会不会出事 一出事的话 当然是你没有办法收拾的 可是的话 我如果事先知道 我要去狂欢喝酒 我觉得OK 你要跟同学去唱歌 你爸同意你晚上半夜出去 我也觉得OK 你也没有干坏事 我可以接受 可是的话 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不要脑袋打开来想一想 那你就去衡量一下 因为如果发生了酒驾 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后果是不是你能承担的 而且代价 是不是你觉得你愿意付的 那如果衡量之后的话 你会觉得花一千块 其实是小钱 对啊 那我觉得他可能 就会省掉很多麻烦事了 那像类似这个情形的话 其实那个孩子 后来我调离开那个法院 我印象中 他应该后来也得到免除 因为他真的表现不错 可是那一次的话 让他再一次的保护管束的用意 是要让他记取这件事情 要有警惕的教训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会去跟孩子讨论 代价 那我常常有时候 在做这种公共危险的案件的 调查的时候 会跟他讲故事 以前我们做过的案件的话 就是五照骑摩托车 结果插撞到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老人一倒下去 头部着地 进去医院后两天后过世 就不会再出来了 对 那你这个是过世杀人 那这样的一个案件的话 我曾经有碰到那个孩子的话 其实就是还算是乖的孩子 他爸爸是开佛剧行的 就是贷款 买了一栋房子 在一楼开了佛剧行 有妹妹 有妈妈 就家里面是非常完整的 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车祸案件 然后对方的子女来求偿 那个求偿的话 因为他子女很多 那个卫福金加起来很惊人的那种 很惊人 然后他未成年嘛 那爸妈有年代责任 你知道后来的话 告到后来 那他们家的话也付不出贷款 也付不出赔偿金 后来爸爸带着儿子 妈妈带着女儿 家里四散年夜夜逃 我再听到那个孩子的消息 因为他们就逃亡嘛 是 躲在 我再听到那个孩子的消息 是因为他已经过了20岁 他要服兵役 然后他是逃兵 连兵役都逃 他连兵役都逃 后来的话是 那个因为逃兵这件事情 逮到他 才把他抓回来法院来面对 这个法律责任 你想想看 他明明就是读一个高中生 然后因为这样的事情 然后整个家就整个散掉了 所以有时候在做调查的时候 我会跟孩子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你真的要去无照吗 你真的要去做一些 这样的一个交通行为吗 因为其实青少年的话 那个有时候就求快 求快就方便 耍帅 你如果是合法有驾照 然后你去保所有的保险 即便真的不幸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有保险还可以去处理 对可以收拾 保险公司会进来 对那就会跟孩子讲说 你其实真的是 有些时候的话 你宁愿说叫计程车 叫Uber 你不要去冒这个险 我们甚至有小孩子 骑摩托车后面 载着一个女朋友 就过弯耍帅 女朋友飞出去死掉了 我们其实常办到这样的案件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人生 他其实还没有展开 他的人生 然后人生瞬间就是一个黑白 然后你就要背负到这样的债务 所以刚刚讲的是说带着孩子的话 其实我们钓宝官的话 从事的工作有很多案例 有很多故事 那就会去跟孩子去分享 那包含自己的故事 也可以去跟孩子去分享 然后希望孩子透过一些真实的案例 或者说一些事件的话 能够带一些教训给他们 然后希望说能影响他们的判断 钓宝会跟他们的父母接触吗 因为有些听起来 我们讲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那其实最直接也最核心的应该是家庭 但钓宝官如果发现说 他们家庭的功能 可能有点不完整 可是也没有说到完全的不能使用 那钓宝官会有介入说 连他们父母有一些沟通辅导的机会 让他们家庭就可以恢复到 完整的这样一个作用在 家长的话 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有一些的话 是比较疏忽小孩 是 他会讲说他都有管 只是小孩不听他的话 可是问题是说常常会去看一下 那个爸爸妈妈所谓的 我有管 是怎样的管 回到家 你在你的房间 我在客厅 我在玩我的手机 你在玩你的手机 可能是这种状况 是 那如果说孩子进来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会去了解 爸妈跟孩子之间的 一个接触沟通 那爸爸妈妈 其实到这个阶段 大部分两个关系都不会太好 是 小孩很叛逆 爸妈很火气很大 就觉得我讲音也不听 那基本上的话 保护官会利用公权力 来当爸妈的后盾 是 就是我们会要求爸妈要管 那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 每天要去帮我们 回报小孩子进出家门的时间 要做到这样子 对啊 我们有些同仁是会有一个 所谓的记录表 爸妈的话 每天都要填表 几点出门 几点回来 那他今天去哪里 有没有报告 然后乖不乖 有没有忤逆父母的情形 就是写一张记录表 然后附券 那我自己是懒得用记录表 我是用赖 那爸妈也跟我加赖 如果碰到小孩有一些违规行为 马上就会赖来跟我告状 我爸妈跑来跟你告状 跟我告状 那告状的话 我就会出面之子 会跟小孩讲 你为什么又不听话 那小孩会讲他的理由 那有时候小孩的理由 不见得是不对的 有时候爸妈是很机车 是真的 那如果说问题是 爸妈来告状 小孩有小孩的说法 我就会约两双方 到我的办公室来谈 我们坐下来三方讲 我让你们当面讲清楚 然后我当中间者 有点像调停的感觉 调停没错 如果说爸妈的要求很高 小孩觉得他撑不住 他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的严格的规范 或者说严格的限制的话 我会帮他们协调一个 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规范 规范出来了 我帮他们打字 印出来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 然后两边都签名 然后签名之后 他就照这个约法三章去做 那这个执行过程中 如果说再出问题 爸妈或者说小孩又来告状 再约 我们再调整 我们会用这种方式 那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是在训练 孩子跟家长 自我沟通的能力 初期他们的状况不好的时候 我一定是用这种方法 我完全的介入 可是到后来的话 慢慢状况其实会改善 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小事情的话 我就开始不介入 我说你们两个自己谈好 来跟我报告 让父母跟小孩自己去沟通 你要自己学会沟通 那我觉得这一点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角色 其实某程度的话 我就是在帮父母增能 可是的话也有碰到说 我们有一些小孩 像我曾经有碰过一个孩子 他的过动状况 非常非常的严重 然后那个情绪起伏之可怕的 他一暴冲的时候 他会破坏家里面所有的电器 就开始炸东西 摔东西这种路线的 对 他会把那个饭全部弄到地上去 拿出剪刀来 剪断他家所有像冰箱的电线 电视机的电线 然后把这个电视萤幕砸坏 他暴怒的时候会这样 曾经像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话 只要他在家里面破坏 他妈一定是马上录影 传影片过来给我看 路以搜证 甚至有时候小孩会自伤 自己去用剪刀 可能戳到自己 他曾经有一次的话 是在大过年 大年初二的时候 他回老家 那个乡下老家 然后他又开始暴冲了 他妈妈没有办法 尤其星期都在 这个有面子的问题 马上赖我 马上打电话给我 那那个 我是希望说 那请那个孩子到单独的房间 我跟他通电话 孩子拒绝接我的电话 我只好拜托妈妈把他拉到边边去 然后开扩音 我用扩音的方式来跟这个孩子沟通 是 然后安抚他 尽量就会希望让孩子情绪先稳下来 碰到亲子之间的冲突 只要我接得到这个电话 我大部分有空我都会介入处理 其实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 爸妈其实也蛮辛苦的 可以感觉得出来 对 可以感受到 对 我刚刚讲的那个暴冲的孩子的话 其实蛮无助的 我觉得 他爸妈很无助 那其实有几时闹到后来 他爸妈是报警 然后请救护车来把他送医 是 直接去打针去做镇定 直接打镇静剂之类的 对 那其实他爸妈每次都看我说怎么办 我跟他说 要耐心 等到他20多岁以后 这个大脑前额叶皮脂成 成熟的时候 或许状况会改好 我们一定要咬牙撑过去 那这段时间的话 我就陪你 是 那所以 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是我觉得漫长 辛苦 可是你又不得不走 难怪这个少年事件跟 家事事件合在一起 叫少年家事法院 某种程度上也是在 协助这个家庭的功能 恢复到完整吧 家事的话 你就会看到那些孩子 其实都大部分还小 然后爸妈的话 这个有情感的纠葛 那个恩怨情仇 然后的话 用孩子当做一个筹码 然后大家抢了钥匙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 家事案件的调查报告 你真的会觉得很好玩 就是爸妈每个人都要证明我最懂他 对对对 没错 对 那个他平常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他偏食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然后他的生活习惯怎么样 我每天如何的照顾他 煮什么给他吃 送他去那里上课 我就是考虑要他的营养均衡 然后他的身心发展 这个是家事案件 爸爸妈妈会急于表现说 我怎么样了解孩子 照顾孩子 少年这边的话 爸妈可能讲 我管不了啦 你们那么爱管 拿去啦 你们把他关起来好了 送给你们啦 你们国家爱管拿去啦 我不要了 最好把他关起来 我就不要管 对 我不会交啦 交不动了 你去交 你最行啦 你们法院最行啦 你们拿去好了 靠两个极端 所以你说少年跟家事 其实的话会有时候 你看到家事 因为我做主任 我下面有少年调查官 少年保护官 家事调查官 所以他们的报告 我其实每一个都要 必须要去看 你去看到家事的调查报告 出来的内容 跟少年事件的 那个报告的内容 你其实看的会很心酸 可是有时候 有些家事案件 你在看他那个报告 你大概可以猜到 这个孩子 未来可能会进来 我们这里 少年法庭 已经有那种感觉 看得出来 那所以说的话 儿童是个很大一体 其实我觉得就是 儿童这块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其实很容易 他在成长的过程 没有扶证的话 确实会进来 会进来法院 那可是的话 就是刚刚回到 你刚刚所讲的 少年跟家事的 这两种业务的差别 你就会知道说 儿童可爱 人见人爱 大家包容性比较大 可是少年的话 是人见人闲 邪气方刚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 在看这两项业务的话 都是家庭 可是两个极端 除以起来 完全是不一样的世界 对 今天谢谢我们 桃圆地院的 这个主任调查 包括官王一帆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跟少年事件有关 他的个人的亲身激励 让我们更加了解 以一个第一线的 服务工作的立场 怎么样去看待 这些少年事件 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认识 进入到这些程序的少年 那我希望 这一集可以帮助到 我们的听众朋友 更加了解到 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我们谢谢一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